才刚传出全球财源一万五千人的美国半导体大厂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誓言绝地大反攻 英特尔于8月7号宣布旗下英特尔18A之城 AIPC客户端处理器Path & Leg和伺服器处理器Clear Water Forest成功通电启动作业系统 两款产品2025年正式开始量产 尤其18A世纪20A之后采用ReboneFat电晶体和背部供电技术 拥有更加的功耗性能 我们希望在2028年以来80%的所有机器会是AIPC 而且英特尔正在向上 基辛格日前表示18A已经获得微软在内大客户采用 取得150亿美元代工订单 台积电董事长魏泽嘉曾表示 三奈米效能比英特尔18A更好 外界认为这代表英特尔18A技术接近台积电三奈米 两大巨头可能进入势均力敌较量 不过华尔街态度保留 多位分析师认为英特尔在制程技术已经明显落后竞争对手 关键市场失去市占率 加上近期宣布裁员重创士气 英特尔市值今年以来已经蒸发60%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沈为彤 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加上近期宣布裁员重创士气